男生需要化妝嗎? 當你聽到男生化妝,你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麻煩、女娘、副作、習慣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我實戰多年的男性化妝的一些小技巧 欸等等等等,先別急著按上一頁,且聽我娓娓道來 其實很多男性呢,為了上鏡讓自己更好看,他們都會化一點妝 那身為平民老百姓的我們,在出席一些重要的場合 像是約會、談案子或是面試的時候 也可以簡單化一點妝,除了讓自己看起來更乾淨、有精神之外 也可以增添自己的自信心 所以不要再認為化妝是女性的專利了 現在已經是2022年了,讓我們拋開這種成就迂腐的舊觀念 一起來當個帥氣又有自信的新時代男性吧! 首先化妝要怎麼開始呢? 就像是我們在漆油漆一樣,我們一定要先把底下的水泥基礎打好 我們油漆才會漆得均勻漆得漂亮 那我們化妝也是一樣,要保養好我們的皮膚 像我平常呢,使用的就是這個 藍蔻的小黑瓶 它的質地非常的溫和,而且重點是它很容易就推開了 這樣子把它轉開來幾個一點點 然後輕輕地用指腹點在臉上 再把它均勻地推開來 這樣子就完成了簡單的基礎妝前保養 然後接下來要進入正式的化妝步驟 我會推薦新手的男性可以先使用這個 BB霜BB乳液 它是結合了潤色還有底妝跟修容的效果 那一般我們在選擇顏色的話 今天可以到實體門室,然後擠在手背上 看看跟自己的手的膚色有沒有搭 或是可以輕輕地比在臉旁邊來比較一下自己的膚色 找到適合自己的顏色 那把它擠在手背上之後呢 一樣點在臉上 那我個人是會集中點在臉中央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用美妝蛋或是比較懶的話 可以使用指腹把它均勻地推開來 好,我現在推均勻了 你可以看一下我這邊左半邊是素顏的狀態 右半邊是我已經上了BB乳霜的狀態 可以看到上了BB霜這邊是看起來毛孔會比較小 然後氣色也會比較好 整個人的膚色看起來比較亮 那我底妝現在已經完成了 如果想要讓自己看起來再更完美一點的話 你可以再用遮瑕筆 把自己的黑眼圈或是痘疤甚至是胡渣給它遮起來 讓自己看起來再更乾淨一點 那一樣很簡單,找到自己適合的膚色 然後輕輕地點在你想要遮住的地方 像是黑眼圈、痘疤 輕輕點在上面 然後一樣用指腹輕輕地把它推均勻推開來 可以看這邊的黑眼圈跟這邊還沒畫的黑眼圈 最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的眉毛的部分 如果你眉毛像我天生一樣是已經很濃密的話 你可以把它稍微的疏順 把雜毛修掉就可以 那如果你天生是無眉道人的話 記得一定要畫上眉毛 可以讓自己看起來更有精神 在畫眉毛之前呢 我們一定要先認識眉毛 眉毛的話分為眉頭、眉峰還有眉尾 那我們要畫眉毛之前呢 要先找到我們的眉峰 眉峰的話大概是我們的眼尾垂直連上去的這個地方 然後再找到我們的眉尾 大概是嘴角到眼尾斜線這邊的連線的地方 那我們要先畫的是這個部分 從眉峰的地方連到眉尾 記得要一條條畫喔 不能一片一片的圖喔 會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畫好眉峰到眉尾的地方 我們接著是要畫眉頭到眉峰的地方 那眉頭要怎麼找呢 一樣是我們的眼頭往上連線的地方 把這邊到眉峰接起來 那如果你真的是手很殘 不知道要怎麼畫眉毛的話 也不用擔心 現在市售很多男性的眉筆都會附贈這種眉卡 你可以從裡面找到適合自己的眉型 然後輕輕的把它壓在你的眉毛的位置 那依照它的這個挖出來的框框 把你的眉毛填滿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就是我們基礎的妝容 完成了妝容之後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我們男性的第二生命 那就是我們的頭髮 那因為我個人是有燙卷的中長髮 我通常會使用一個比較濕的軟蠟 挖你需要的量 然後把它用在手心 利用一點溫度 把它均勻的搓開 然後均勻的抹在頭髮上 讓頭髮看起來整齊一點 不要那麼毛躁 好了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簡單的男士化妝的技巧 不要覺得說這以上四個步驟好像很麻煩 其實你只要勤於練習 每天出門花不到十分鐘 只要花這一點點的時間 可以讓自己換來一個自信 又非常帥氣的外表 是不是很值得 記得大家多加練習喔 那如果你想再看我分享什麼 有關於男性保養或是化妝的一些影片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就這樣子啦 掰掰